文明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说文明的行程是因为成功的回应世界变动的挑战 文明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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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变化将挑战现代的西方文明 21世纪世界将存有四种文明 西方 伊斯兰 印度跟远东 可能的发展有三种路径 第一种就是其他三种文明融入西方文明 也就是伊斯兰 印度 远东融入西方文明 第二种西方文明进入困境 衰败 灭亡 像人类史上其他消失的文明一样 这是第二种 第三种以孔孟集大圣思想 这不是我讲的 这是我翻译他的话 为基础的远东 也就是中日韩文明 可能取代陷入尼澳的西方文明 回顾一下这两句话 第一句话 文明的形成是因为成功地回应世界变动的挑战 第二句话 是文明进步的原因是因为 Creative Minorities 找到回应挑战的方法 创造新秩序而大家愿意追随 为什么我今天希望跟各位讲这个题目 因为我们是在一个互联网时代 互联网时代一个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去按一个站 但是它产生了一个坏处 它产生了一个坏处叫做 有很多很多的意见 其实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 没有经过深思熟虑 那个时候需要有谁呢 其实Creative Minority之所以重要 就是说你能够冷静地去思考 眼前的这个问题要怎么处理 第一个变化 就是我们同时活在两颗地球上 虚跟实的地球 希望在真实世界里面过的虚拟生活 其实是我们目前这个世界上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过的 我们事实上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 我们走路的时候必须要踩在地板上 不然没办法走 这个非常真实 可是我们很希望透过虚拟的生活的方式过 一个虚一个实 逐渐地变成虚实不分 右边那个是一个是我们实体的地球 左边那个是一个 我们地球上面有很多的卫星 有很多的海蓝 然后让这些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 几乎不要花什么成本 就把大家都连在一起 现在还要进入这个物联网的时代 所以那个虚的网跟实体的地球 其实是我们同时在里头过的日子 这个有好有坏 好 像我所举出来的这些例子 公司要开会 朋友要说话 这些都因为虚实 我们同时存在那个虚实的世界 所以可以做到天涯若比林 这是好 前面的那个我们大家都已经用得很习惯 用现在的这个才要开始 Virtual Reality 不只是让我们玩玩玩这个玩具 很重要的是现在医生开始用它 医生开始用它有什么有什么意思 事实上就是说 它变成走进你的身体里面 因为它用一个很小的洞 就可以穿进去你的身体里头 也就是微创手术 以前微创手术不是虚拟实境的时候 它没有办法3D看到你的身体里面的状况 它当然都是看到一些照片 可是照片都是2D 可是实际上你的身体里面是3D 所以当它现在带着这样子去开刀的时候 它是走到你的体内 走到你的体内 它决定要怎么样子开这一个刀 它就更能够掌握 所以这个是好处 那这个是2016年的4月29号 才不久以前的这个WIRE杂志 它的一篇文章叫做 What Next for Virtual Reality Surgery 基本上就是在讲说 大家拿来做玩具的这个东西 其实对医疗是很有帮助的 坏处是什么 因为我们有很多game 台湾的电视尤其是有很多很多的这种 战争的game 可是那个战争的game 你如果仔细稍微想一想的时候 一个人从七八岁十岁一路开始 他会变成杀人是无动于衷的习惯 因为他就是这样打 那个人就倒了 反正几分钟以后 这个Restart 那些人又活过来 又重来一次 右边这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的一张照片 我们因为经过这个经过的太多 我们就慢慢的不太了解这是什么意思 那个是我自己感觉是一个很不舒服的感觉 我认为那个game应该设计成为另外一个样子 不要变成杀人变成无动于衷的习惯 人类变成僵尸 为什么我说人类变成僵尸 请各位看一下 像不像 还蛮像的 是一个interesting game 但是我觉得不算是一个好事 第二个我们同时生活在两颗地球上 简单的地球跟繁杂的地球 什么意思 我们希望在复杂的世界里过简单的生活 右边这一张是一个复杂的世界 世界非常非常复杂 它里头有数学的问题 有哲学的问题 有各式各样的问题 但是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我们是一个simple life 但是我们必须要在complex world里面去想要争取一个simple life 那是一个非常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现况 我们多数的人生活在都市里头 都市是地球上最大的人造物 我们如果把都市这个人造物拿掉 地球就比较像它本来的面貌 那我就给各位看一个我们台湾很大的一个旁人巨物 在清晨拍的 通常这个时候阳光刚刚起来这样 如果以现在夏天来说的话 大概大概是六年多 一切在那一带都还没有开始忙 等到开始阳光上来的时候 不管你是甘愿还是不甘愿 我们都不敢静止不动 我们要一直跟着大家一直向前走 我们或快或慢总是要跟着大家忙上很复杂的一天 直到日落了灯亮了我们才会回到街上 然后在复杂中间寻找简单 然后到夜心人静的时候在复杂跟简单之间 我们等待明天黎明的到来 我们把刚刚前面的那一段跟刚刚后面的这一段 稍微再想深一点 一个贝壳可以用很简单的方法 生产出它要居住的地方 我们人类用很复杂的方法去做这件事情 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所以我们的世界有什么挑战 如果从简单的层面来看 我们有极端气候 我们有恐怖主义 我们有贫富不均 我们有低俗的民主 我们有环境的疾病 我们有人口老化 这些问题大概都在 没有一个不是真的 但是如果我们深入一点点看 以下我要说的这个 才是隐藏在我们后面的一个大问题 我们都住在一个热闹的星球 我们很忙碌 许多人觉得非常非常的孤单 很像是一个人住在火星上 记得这个镜头吧 他一直在等待地球上的人告诉他说 接下去要怎么办 所以我们就想出怎么办 我们就开始这么办 我们不断地努力就一直发 向外寻找可能的回应 我看到WeChat的这个广告 觉得很喜欢 他叫自己叫WeChat Universe 很像 我们每一个人都住在一个星球里面 每一个人都是孤 孤单一个人 然后我们在那个星球中间 东西传来传去 所以我们怎么去做火星救援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如果像他一样 我们也只不过是希望由虚反时 化繁为简 所以从这里 回到这里 从这里 变成这里 这个 在很多人的心里是很渴望 放弃竞争 绝对是一个对的方向 但是放弃竞争的那个方向 它的方法是什么 可能不是放弃 意思就是放弃 你现在惯用的方法 但是不可以放弃 让它改善的努力 荷兰是一个地很低的国家 我们大概都知道 现在全球暖化 海水一直在升高 也没有什么好辩论的 所以他们在公元2000年以前 就知道如果气温持续地这样上来 荷兰可能是第一个不见调的国家之一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小岛会不见 但是荷兰作为一个国家 他觉得说 哇 他一定很麻烦 如果 他说我放弃 我以前做了很多海滴 我放弃 那放弃 也不行啊 要移民吗 移民去哪里 跑到欧洲其他国家吗 我觉得他们做了一个非常非常 让我敬佩的方法 各位如果想知道更深 去他的网站 Holland Holland 对不对 他们那个网站叫做H2O 就是水 H2O L H2O L L A&D 就是H2O Land的意思 意思就是说 在水上的国家 他从2000年开始 政府出很多的资金 开始鼓励荷兰的造船公司 建筑公司 什么建筑师事务所等等 鼓励他们在海上建房子 水上建房子 但是只有一个条件 不可以排放 他就资助你 所以你在那个网站上看 有各式各样造船厂盖的房子 什么都是建在水里 如果是这样子 他就迎接了那个挑战 我不跟你再对抗了 我不要照土提防起来 挡海水在外面 他说2050还地与海 就是把地还给海 但是他没有要投降 他要住在海里 但是在住在海里 不是把海当陆地 而是把海当成 他不会污染的 不会去污染海的一个这样的地方 他把自己的格拉伸了一几 您说不要去想说 他到底是不是一个挑战 离开那个问题 他让我想起来张爱玲的一个小说 三个人 一个女士带着一个小孩 跟一个男士吵架 吵一吵以后 他说走 我们走 然后那个小孩问他说 走去哪里 他说走到楼上 意思是什么 他并没有真正地离开那个问题 他只是离开现场 为什么我不赞同您刚刚那个讲法呢 因为我们的气温上 这个气候异常 不叫异常 叫做极端气候 已经变成叫正常气候 我家住在山上 台北边上的山坡上 今年的蜜蜂 起码少掉百分之七十 少掉百分之七十 跟去年比起来 少这么多 您只要想一句话 爱因斯坦说过 蜜蜂只要不见 人类不出几年就不见 因为所有我们所有的生物 那些那个叫什么 兽粉 全部靠的是蜜蜂 蜜蜂为什么会不见 来自两个理由 今年我们家那边的蜜蜂少很多 我相信是因为太热 热到他就挂掉了 在澳洲蜜蜂不是常常就不见吗 那个美国不是有蜜蜂少很多吗 你去看一个 他们蜜蜂少掉的那个网站 很多很多你可以去看 蜜蜂少掉一大堆 为什么 因为他们基因改造 他基因改造所要用的药 让蜜蜂吃了以后变呆 他回不去 他回不去 他迷路 所以常常有一堆蜜蜂死在田野里面 这个我们不能假装说 我没看到 它不是真的 不可以 我们必须要真正的去面对它 然后说怎么办 学荷兰的那个方法 好了我不跟你争 但是我要怎么办 其中有一个方法 我不觉得那个是对的方法 但是至少有人这样在做 哈佛大学 他们开始在做这么小的蜜蜂 机器蜜蜂 就是机器人蜜蜂 因为他怕蜜蜂真的就通通被人类干掉了 那人类也就跟着死掉了 所以他们就做这么小的蜜蜂 那以后就你会看到一大堆小机器蜜蜂 永远不会累这样 那个是我不觉得是一个好方法 不过至少表示他在积极的面对 我想要强调这个 勇敢的成为creative minority 为什么用minority这个字 因为你一定是少数 你要去面对问题的时候 你一定是少数 你绝对不会是多数 但是我们通常我们都很怕变成少数 我们变成少数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很担心 担心什么 担心人家说我们错 担心人家说这个 反正就是担心我们不是多数 所以他必须勇敢 他必须要非常非常的勇敢 你才能够去做一个少数 我们的方法 我提议的方法 就是你用创意把爱补满 爱是一种什么意思 爱就是一种必须要有人来填的东西 你为了要让这个世界的问题能够解决 你就去体验这些洞 不管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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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都要有存在的目标 都要有存在的方法 也要有存在的理由 八年前我的朋友 他叫蒋有博 他抱了那一条狗 跑到我办公室来说 Uncle Uncle 你帮我一个忙 我说好啊什么事 他说这一只狗 你可不可以带回去啊 因为我已经跟他说好啊 所以我也不好意思说狗不行 我说好那就给我 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养 因为他家有九条狗 他说因为这只狗 在我们办公室旁边的一个公园门口 胸口被挂了一个牌子 写我被弃养 然后绑在这个栏杆上 他就把他捡回家 把他这个送到兽医那里 该打针打针什么都弄好了 结果回到家就跟他的狗打架 那他家的狗很多 那他们就只好不要养 他就 他说让我养 后来才知道那只狗会咬人 他为什么被弃养 也许是因为他会咬人 不知道 那我们找了一个这个会训练狗的人来 那个人在边训练他的时候 有一次他在用食物在训练他趴下 结果他就咬他的手 那么这个那位老师就告诉我说 你们要小心他会咬人 但是我们也只能小心 你能怎么样 你把他再丢到街上去 再把他变成流浪狗吗 还是把他杀掉 都不是办法 所以我们就养了他 这中间我们家的每一个人 都被他咬过 我的手上一点都不夸张 我这两手加起来 大概有三十几个洞 大家都这样咬下去 就是打洞 第一次被咬有十五个洞 因为我跟他睡在地上 我们都睡得好好的 我翻身一个不小心手碰到他 他跳起来这样 三口 十五个洞 咬完了以后 他醒过来 他吓一跳 他就一直向后退 一直向后退 一直向后退 他知道他做错 可是他必须咬你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非常非常的缺爱 所以他很没有安全感 他就是在睡觉的时候 有人碰到他 他就觉得敌人来了 啪一下就咬 这一只手 各位看 我们手是不是可以这样握 我这一只手只能握这样 因为这个手指头被他咬到 咬到关节 所以我的关节就卡住了 就弯不下来 很多人问我说 那为什么不丢掉他 我说丢掉他 然后呢 我们永远要想 然后呢 其实这就是我想回答的问题 我们不能假装 我们没有看到这个问题 它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把问题留在家里 把问题留在家里的意思就是说 他的这几年 他在生命中的这几年 总会有人照顾他 那这个他是什么意思 这个他就是我画左边的 他是一个东西 东西怎么会缺爱 会的 我们常常看到一个旧家具 那旧家具就丢掉吧 但是那个东西 其实如果你爱他的时候 你也不一定要把它丢掉 所以这一类的事情 我相信各位都很聪明 你就慢慢去体会 那中间那个更不用讲了 中间那是一个人 人之所以会变成 做很多很不该做的事情 你如果追溯回去 你永远都会发现 他有一块 那个爱几乎是 不只是空白 而且是负面 所以这个部分呢 是造成 假设我们今天 每一个人都是 都是 那个爱都是满的 找到周边缺爱的人 Try your best to give love 让他他他他他 都有存在的目标 存在的方法 跟存在的理由 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先从这里说起 王道是领导人之道 所领导的组织范围 及规模可大可小 领导人的责任 就是要提供一个 可以创造价值 而且利益平衡的机制 跟环境 小组织追求 接近乌托邦的理想 相对容易实现 大组织的乌托邦理想 实现复杂度与挑战大 领导人在组织内 努力经营追求王道 都是朝理想的乌托邦 大小社会这个目标迈进 他的文章里还写 社会主义可以说 是王道的终极目标 而共产主义资本主义 都是中间的手段 王道正足以弥补资本主义 赢者通吃的盲点 我们的core problem 刚刚讲的是寂寞 loneliness 所谓loneliness就是缺少爱 我把它画成一个表 找不到存在的方法 所以我们变成人口一直老化 你如果仔细去想 为什么我们的人口会老化 因为存在的方法 其实开始变成出现矛盾 我们的环境为什么会污染 环境为什么会有疾病 为什么会有环境而来的疾病 这个都是我们找不到存在的方法 我们找不到存在的目标 所以我们才会产生极端的气候 我们会产生贫富不均 举例来讲贫富不均 我们的目标如果只是生存 日子过得舒服 但是不要太 一直在计算你的钱累积到多少 假设他把这个堆上去的东西 能够往这边送 往这边送 这个事情就不存在 那如果这个是他的目标 这件事情就不会存在 所以极端气候也是一样 我们为什么需要做那么多的CO2 emission 就是CO2的排放 去造成这样的事情呢 找不到存在的理由 所以才会变成有恐怖主义 才会变成有低俗的民主 低俗的民主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这个民粹 就是人多 然后就说我要这样子 那像现在这个美国正在的选举 大家也是觉得说 怎么会变这样子 骂人的会赢 乱骂更赢 那所以这些大概是我们的problems 我套施政荣先生讲的王道 其实它就会变成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存在的目标 你必须要能够有远见 你才有能力 在人很少 就是你是一个creative minority 你还敢去面对极端气候 跟贫富不均 想要去解决 因为那个是你存在的目标 你如果有存在的理由 你就会有自信 自信是让低俗的民主跟 民主跟这个恐怖主义 能够真正被你面对的 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叫做你要有自信 你必须要非常非常的无私 你才能够去面对一个人口老化 跟环境疾病的一个问题 像我们现在 刚刚我讲的说 基因改造 那么它会创造出那么多的问题 包括蜜蜂死掉 那那个东西你必须要无私 不然的话 那个企业只要是有私心 它就只要它东西卖得多就好 那么这个环境的疾病就会增加 所以这些东西 基本上都是我们提出来一个 你要怎么样子面对一个问题 我很老实地 把我心里的一个想法 用这个六角形的东西 跟各位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